外送员载着好几代餐点和客人面交取餐 使命必达旦等等 这地点怎么怪怪的 居然是在百货公司的柜位前 还有人拿起手机拍照 心里OS现在什么情况 外送员就这样牵着车 从人行道从大门口进到百货内 一路牵到柜位前 只因为客人备注送到一楼 不要打电话吗 被质疑是外送员故意的吗 牵进百货在柜位前取餐点 真的看傻了 民众破网 大哥你真的我偶像 天文曝光网友也说 警卫都没有来吗 楼管马上约谈贵姐 这个一定给五星好评 员工在拷外送员没关系 送进去本来就违规 都还在了解理清当中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 我们就暂时不做评论 重新的一个教育训练 百货规定工作人员要自己出来取 如果违规会罚三千元 规则定了还是没用 外送平台了解是当时外送专用停车区 被费外送车辆停满了 加上订单备注送到百货内 外送员为了避免违停罚款 才会把车辆迁进去 却万万没想到 外送餐点却送出了傻眼奇景 记者高雄采访报道 主机总处公布十一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年增率百分之二点三五 创九个月以来新低 但其中十七项重要民生物资涨幅为百分之六点五三 涨幅最大的鸡蛋价格涨百分之二十七点八一 沙拉油涨百分之十五点四 面粉也涨百分之八点二四 创下一百三十五个月以来最大涨幅 高饼工会理事长周子良认为 奶油鸡蛋价格居高不下 可能会影响年节半手里售价 将蛋白与蛋黄分离加入鲜奶油搅拌 是制作糕点的必备食材 有烘焙业者透露十一月到十一月 鸡蛋从一斤三十五元涨到四十九元涨了四成 面粉每包五百五十元涨到六百三十元 涨进一成五 奶油每公斤两百元涨到两百五十元 涨了两成五 有业者认为半手里的评价高饼蛋糕 酝酿涨价涨幅可能达到一成 二十块吃到变成六十块 喜欢吃的人就会来买了啊 外面物价都有在涨嘛 合理的调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知名半手里店小攀蛋黄酥 加德高饼台北离记 业者都表示过年不会调涨 年后会试情况讨论 食材价格持续上涨 业者选择自行吸收成本 恐怕也是担心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记者林证监陈交轮台北采访不到 公车司机车停路边打开车门 对着后方乘客大声咆哮 驾驶越吼越激动 发现乘客听不懂 他直接改讲英文 不断被吼叫 印度级乘客也很慌 想跟周围的人求助 但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对着乘客激动狂吼近两分钟 到底为什么司机终于讲出原因 不满乘客讲电话太大声 公车司机没有好好劝说 而是挥手狂吼 咆哮感人相当无礼 而在基隆的这位客运司机 却是惨遭殴打 被攻击的对付今天还会痛 被打的司机心有余悸 他只是对着停靠去的小客车 按了一声喇叭 下车提醒 却引起对方的不满 动手打人 司机吓得冲回车上 驾驶跟着上车 指着司机就是一顿狂骂 言声相当凶狠 直到司机拿起手机报警 他才离开 根所一意规定受理伤害案 后续将通知检信犯贤 道案说明 客运司机只是好心提醒 不能停车 却惨遭违规的小客车驾驶殴打 客运公司决定 对打人的驾驶提告 捍卫员工权益 接下来说基隆综合报道 8月台海危机后 兵役几乎确定要延长 现在选举落幕 国防部准备拍板宣布 到目前概念已经有个规划 预计什么时候宣布 我们希望在年底之前 几乎确定兵役延长一年 国防部打算12月底前公布 依规定正式公告一年后 兵役延长将从2024年元旦开始实施 推估94年次的艺男将先适用 大学生一听到 要当一年的大头兵 满届哀嚎 我觉得蛮衰的 要当一年很久 浪费时间 可以有其他自己的规划 一年太久了 不只兵役延长一年 明年开始兴致教招 也将多征召7000人 原额从现今的1.5万人 增加到2.2万人 至于5到7天的教招 人数维持不变 而且训练强度将大幅增加 国防部紧急将募兵制 改为强制一难 得当一年兵 究竟为什么 民众炮轰 台湾根本在走回头路 我国从1949年起 实施了近70年的征兵制 好不容易等到两岸稳定 2018年起改为募兵制 没想到蔡英文执政5年后 8月佩洛西一来 2022年底 我国又得再改回强制正兵制 民进党执政不断地破坏两岸关系 否认九二共事 抗中保台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那就是大家都要当兵 最后大家都要上战场 最后大家死光光 就民进党跑光光 全国一难得花一年时间 却当大头兵 若真有战事还得上前线火拼 保家卫国全民有责 但究竟是谁把国家走到这种田地 记者章证明王智恩台北采访报道 叶刀石头布 伸出手指动一动 指尖上原来有小秘密 你也没有耶 我觉得后面两次比较少 指甲月牙竟然和生育能力有关系 但准妈妈怀孕六个月 伸出手手指几乎没有月牙 按照中医说法 月牙大代表阳气旺盛 身体强壮 生育自然也好 换句话说 月牙小属于阴气 身体较须可能难生育 月牙越少的时候 偏寒比较会怕冷 身体免疫低下一个状况 老一辈如果看到我手有月牙的话 他就会说好像要多射几水果这样 除了生育指甲也代表健康 甲面泛黄代表甲状腺肌能异常 月牙红子可能心脏循环有问题 医生说假使指甲偏白 可能贫血影响生育 小小孩脚丫子拍拍拍 因为日本也有研究 假使拍打脚背及脚底一天三十下 能促进软骨形成 刺激神经传达脑部 不论大人小孩都能长高高 以脚跟为中心 轻轻敲打脚踝内外侧及脚底 左右脚三十下 据说就能长高 虽然国内没有相关医学研究证明 但想长高运动跳绳或是跳高 打篮球搭配饮食补钙最有效 剧里面兵武彭新台中报道